你还看到近期国内很多民众被海外高薪打工吸引 落入人口贩运集团的圈套 遭诱骗到柬埔寨囚禁殴打 逼迫从事诈骗贩毒等工作 由各国人士组成的全球反诈骗组织 长期深入柬埔寨当地营救被害人 不过现在他们却宣布拒绝再救援台湾人 认为台湾政府已经很努力在宣导了 但还是有人抱持着试试看的心态 继续前往柬埔寨根本是在浪费资源 好不容易救援成功了 还反遭当事人抱怨一声道谢都没有 新市区警方也透露背负着台湾治安史上 最大宗的人口扮运案 这两个月压力真的大到睡不着觉 机场出警大厅警方一再举牌提醒 海外打工小心被诈骗 但还是挡不住民众陆续上当 被高薪吸引到柬埔寨就再也脱不了身 不仅有网红拍影片分享到柬埔寨救人 整个过程有多惊险 由各国人士组成的全球反诈骗组织 长期深入柬埔寨在当地营救被害人 但他们最新却宣布不再受理台湾案件 致公直言真的心很累 认为说台湾政府已经努力宣导 如果很多人还抱着去试试看的心态 就是在浪费资源 为什么还要帮助这些人 团队无常冒着风险至今救出60个人 从来没有人说声感谢 甚至还反被当事人抱怨 半夜来救我现在搭不到车离开 他也实在很无奈 刑事局警方从去年6月到现在就接获213件海外打工被拘禁的报案 被害人都是被高薪吸引到柬埔寨打工 一落地就遭人口贩运集团控制 拘禁殴打 逼迫从事诈骗或是向台湾家属勒索赎金 声称是去旅游 但是可能说要他带着存折印章 或者是说他没有这相关的工作经验 却可以前往海外就是进行培训 资深国际刑警也透露 背负着台湾治安史上最大宗的人口贩运案 这两个月压力大到睡不着觉 案件多到连NGO组织都无法附和 只能一再呼吁民众别再被高薪两个字 蒙蔽搭上自己性命